Alan你会看节目吗 是可以看一下啦 对 而且我后来看了以后 我才发现其实 你会发现 原来因为我们会有背彩嘛 然后你就会发现 原来姐姐们是这样想的 心里是这样想的 其实那也是蛮有趣的 我就是上 看上一期看到她 好多你的采访 有讲很好的 很出彩的 很多她的镜头啊 她的表情啊 然后她的采访啊 很出彩 我不敢看啊 我就一直被接受到 我被骂得很差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网络上什么人都有嘛 如果别人说你骂你怎么办呢 其实说真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 从小到大我就知道 有人喜欢你 就一定有人讨厌你 然后我们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是娱乐人物 我们就是带给大家娱乐 然后给大家一个宣泄的出口 对 所以如果今天你骂我 你会好过一点 那你骂 你骂了你开心了 那好 我就往你吸收这份能量 但是希望你骂完我 你会觉得好过 因为我们是 就是站在最前面的人 所以我们接收到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公众人物嘛 人家肯定是你就是经常会谈论 嗯嗯 不管是你的好和不好 对 就是人家 大家都可以共同谈论的话题 嗯 对 所以面对这个事 你那么年轻就成名了 对吧 你也是 你成名的时候是多少岁 对 20岁 对啊 你成名的时候十几岁 多一个20岁成名的 都是差不多嘛 嗯 那那个时候那么年轻就成名了 你忍受得了网络 那时候没受到网络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是吗 老公你有吗 你有舆论压力吗 我没有 因为我经常被骂 从忐忑开始 金箍棒就被骂 网络上都说我 我那时候就觉得 诶 我很认真完成一个作品啊 为什么大家都在骂我呢 因为我是很严肃的 我是把它当艺术歌曲 是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 你半丑了 你 你搞笑了 你恶搞了 你庸俗 然后我觉得 对啊 我很认真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后来我就是发现 哦 我可能有点超前了 是 他们还需要一点耐心 还需要一点耐心 让他们理解 所以我就没有觉得 这个又什么 他们有一个出口也好 我们来说 对 对 Peace Peace